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而且不管明天要不要開盤 想要賺大錢 今天禮拜五 禮拜五我們就說 本週先賺錢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最重要的標題的兩個字 叫做開心 開心 開心 真開心 各位注意 如果你手上通通都是股票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也許今天我們必須要說 又回到平盤 感覺上好像沒有再破底 沒有那麼恐怖的一個感覺 但是我問你一件事 你開心嗎 你賺錢了嗎 為什麼你現在做多會這麼難賺 難道你不覺得後面 似乎有一些你還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我必須要這麼說 你不要拿我跟一般的分析師比 我很直接的告訴你一件事 更不要拿我跟去年 亂七八糟的空頭相比 去年以前大盤根本就不是空頭 我想我講得很清楚 去年這根長黑棒還沒出來以前 在這個地方根本不可能是空頭 你不要拿我跟去年那些網路的 或是電視的亂七八糟的分析師比 我用亂七八糟四個字形容 講得很重 為什麼 因為我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我有記錄 從頭到尾沒有人能夠 跟我打破的紀錄 各位來看一下這本書 叫做空頭市場 這本書你可以去博客來書店去挑 沒關係 或者你來找我要要翻 因為我本身不多 每一個跟我要不可能 但是這本書寫的就是這一段 網路泡沫的這一段 從10393跌下來到341的這一段 我想這一段來講的話 非常非常的精彩 這就是我黃靖哲第一次跟你講 這個行情要大空特空的情況 第二次講大空特空 來 你可以去問現在所有的分析師 是不是我講的 我說這個叫金融海嘯 什麼房地美房利美 竟然把所謂的次級房貸 用微積分 那個東西叫微積分 非常困難的數學 叫大家去簽次級房貸 那個一定是嘻笑了 結果沒想到造成金融海嘯 這兩次的空單 包含這裡是一整本書 超過兩萬字 我敢對天發誓讓各位來檢驗 除了這兩次以外 我幾乎沒有在電視上告訴你說 這個行情非常嚴重 必須要長空 我現在告訴你 如果你現在做多非常非常的辛苦 甚至我必須要很直接講 這一次下來 絕對跟這次金融海嘯 跟這次網路泡沫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你不要說我沒講過 我這次跟你講的 都非常的堅決 我覺得我這次最開心的事情 反而是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很多人看到10月3號4號的時候 我正式開始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喔 不對勁喔 不對勁喔 請你注意喔 不對勁喔 這個時候已經出現什麼 美國跟中國大陸要軍事對抗的情況之下 請你趕快把股票給出掉 那是我們第一次在今年開始佈空單 我很直接告訴你 有的會員朋友在這邊跟我說 老師怎麼會這麼好賺 整天都拚拚拚拚下來 老師怎麼會這麼好賺 我先告訴你 那這一次我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啊 如果跟你講10月3號的 唉 不要講到什麼時候才講得完 那我今天只好濃縮起來 我們從12月4號川津會開始講 這些就是川津會追蹤的空單 電視上只能講追蹤空單 進進出出都在這裡 都可以讓你驗證的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們只不講說這個是獲利 我們不能講獲利嘛 那我只問你一件事情 那我問你 你做多加聯益可能賺26%嗎 這都是用籠券去算的 如果你真的用籠資算兩倍 你做多這樣子好了 你做多國據可能賺22%嗎 這幾天當中距離不大 但是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為什麼今天會留下影線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說 留這個下影線真的沒事嗎 注意啊 現在立刻打電話給你的營業員 你不要老是用網路下單 網路下單你可能看不出來 打電話給你的營業員說 請問一下 今天早上假如你想去放空國據的話 有沒有單子啊 答案是沒有融券啊 全部的融券都不曉得被誰鎖住了 注意喔 聽清楚啊 你打電話去問說 三四零六六玉金光有沒有融券 沒有融券啊 融券不知道被誰 就會邀 會去鎖融券的人啊 一定是很有錢的人啊 那他為什麼要鎖 我現在講的是真話 你聽清楚啊 做股票不能用散戶的觀點去看 你打電話問你的營業員 我講的是不是真的 如果不是我下台一鞠躬啊 那空單有啦 有的時候你可能很遠的地方找到一張兩張 幾乎是找不到啊 你甚至去看看 好像我記得應該是環球晶吧 反正矽晶圓也找不到任何空單 什麼六四三五也找不到空單了 所以這種狀況就跟什麼 九千四百點一模一樣了 所以呢 會產生某種的自然反彈 至於這次的反彈會不會比他大 我認為不見得喔 注意喔 反彈的過程當中 千萬記得一件事啊 不要碰到補碟股啊 碰到補碟股的話 反彈也沒有用啊 當時的嘉聯義 號稱說這個行情裡面 他是最好的 未來他準備用FCP的5G天線 加在iPhone SR上面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 iPhone SR自己都賣不掉了 我四萬塊的手機都賣不掉了 再裝一支五千塊的天線誰會買 結果呢 馬上崩下來 啵啵啵啵 現在又崩下來 直到今天的低點 我們今天補的真的很漂亮 等一下我們來一個一個對 齁 補的真的非常漂亮 然後呢今天才尾盤都拉起來 因為為什麼 沒有空單的 沒有空單啦 所以今天的反彈叫做什麼 自然反彈喔 注意喔 我今天先把我來意先說清楚啊 各位啊 空單開心回補啊 下一波注意啊 本來不跌的補跌股 哪一檔 我不怕給你知道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自己看著辦啊 一開始有一個分析師說他不好他跌停板 後來呢因為有一個被套牢所以就把他拉上去 親愛的投資朋友 最後會發生什麼事 我講這件事給你聽啊 也是有一個分析師說他一定會跌停板 一個分析師會漲停板 結果呢 因為跌升了所以先反彈 注意喔 那漲多了 跌升先反彈 漲多了呢 先回檔 因為很簡單 漲多的話 利空比較容易反應 跌升的話利多比較容易反應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方向你一定要搞對 小心啊本來不跌的補跌股啊 昨天多少人跟你講什麼神盾有多好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如果你是之前買的那還可以笑一笑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才買的話 黑米豆粉說不定 人家正要回來回跑的時候 你又往前跑 又買在某一檔股票的高點 什麼時候有啊怎麼會沒有 來 12月3號4號我跟你說請你注意啊 川席會很可能啊 你看一下川金會 我是不是告訴你 我說川金會的情況之下呢 結果川金會一完 來 這裡是川金會啊 一完之後 南台股市一直跌啊 我說川席會也一模一樣 因為叫利多 利多的話 對不起利多就是給你賣的 結果呢 多少人告訴你市場一片樂觀 準備什麼萬碟要收起號角了 結果你真的忘了一件事啊 基本面是這個叫基本面 基本面這叫什麼國際清算銀行啊 這個半導體衰退叫基本面 蘋果手機回不去了 從一億支少到變成2000萬部 剩不到五分之一 這叫基本面耶 所以我跟你說請你注意一下下 12月3號這個地方 隔天其實我後來一直都給你重播 隔天第一個跌下來叫做東京指數 第二個跌下來叫做道瓊指數啊 所以我跟你說請你注意一下下 哪怕台股沒有融券 你要注意到根本漲不上去啊 這要步步驚恐反彈隨時結束啊 我用這幾個字形容 根本漲不上去 你說老師怎麼可能 人家我們股市比人家抗跌啊 我剛剛不是告訴你 因為沒融資融券 所以比較抗跌 但是問題來了 美國股市天天在跌啊 那你怎麼漲 你搞錯你漲給我看 你漲給我看啊 注意哦 世界最強的道瓊已經 你看到沒有 我一旦開始喊空 我說你不要拿來 拿我跟以前那些 去年不曉得誰在喊空的那些 亂七八糟空的相比 那是被軋空的那些 怎麼漲太多就要空 我說不對 你一定要看到訊號出現斷橋了 一定要訊號回不去了 那才要空啊 全球股市已經沒有多頭了 我說去年放空的真的是瞎子 你不要說我罵你 我罵的是你的老師啊 人家道瓊指數一直在創新高 一直在創新高 一直在創新高 在今年10月份以前 一直在創新高啊 那叫多頭啊 道瓊最強的現在不會過了 所以我一講之後 你各位看到沒有 不管是道瓊跌了13% 台灣跌14% 納斯達克跌18% 費者半導體跌22% 日本也跌15% 這才叫放空啊 你放空下去的時候 是你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 這才叫放空 你在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 都必須要做空才會賺錢 這才叫做放空好不好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當年10393算你一萬點好了 還記得吧 要我講嗎 不是也有什麼人告訴你說 一定會漲到一萬兩千點 一位聯夫人嗎對不對 我說那時候就是給你放空啊 那空下去之後 全地球沒有一個股票漲起來 大家一起輪流大跌 這才叫做放空好不好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才叫做放空 來注意 放空是什麼 第一個 趨勢產業基本面真的變弱了 哎呦 家裡一直說不會啊 你看喔 蘋果不用我的天線沒關係 我還有華為 我說不是這個問題啊 是一支天線呢 要增加多少 一支天線在這裡 一支天線要增加多少 第一張在這裡啊 第一個是38.55元空的 空了之後補了一次 第二次又空 是因為你的天線加裝上去的時候 手機要加三千塊 四千塊五千塊 人家現在根本就沒有想要 再加裝天線啊 我問你一下這樣安不安全啊 這樣安不安全啊 這都有 有空有補安不安全啊 6153的加連力 這裡空 這裡補 這裡空 今天要補安不安全 補在這個低點 你可以自己看 我還來不及印 我一直想到說 唉唷 下午要做節目 我才開始印 價錢在這裡看到沒有 來 一樣玉金光 有空有補有賺對不對 這多輕鬆啊 開玩笑一樣嘛 一樣嘛 各位看到沒有 但是06玉金光 不好意思說一件事呢 再怎麼說都還贏你啊 還在那邊想說 到底會不會談起來 2498的宏達店 各位看到沒有 來 有空有補啊 各位啊 這都是有時間地點 單子都讓你看清楚啊 我們家美工還做得很認真耶 你看到沒有 還印了一半的圖 來給你看 看到沒有 2498的宏達店 這每一檔都開心回補啊 看一下來 國具看到沒有 國具 90.5元 齊立心 看到沒有 這個 你看清楚啊 哎唷 時間快來不及了 看到沒有 來 一樣的道理哦 猶呼 中美金 66.3空 61.7看到沒有 66.3 61.7 來 信倉店 62.2 59.9 這叫什麼 來 告訴我 基隆的那個台彩在找樂透的得主啊 我現在用這一疊我來找什麼 找樂透得主啊 這叫錢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叫錢啊 你以為這是什麼 這叫錢啊 這叫錢 做股票為了不就是賺錢 還是為了長期投資啊 還是為了套牢聽你的老師解釋啊 再解釋啊 那為什麼我能夠賺錢 而且很輕鬆賺 跟去年完全不一樣 非常輕鬆的賺錢 空間去就休息了 就等他啊 就等他跌啊 下一次也是一樣啊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啊 談上來之後 我就等他跌啊 我就不騙你一件事啊 來 我等你跌好不好 我現在還沒動手 我等你跌啊 我現在還沒動手 我等你跌啊 什麼條件我會動他 我等一下跟你講啊 那這些 你說老師 那這些叫做強勢股 我說那好啊 那這叫弱勢股 老師他叫老大耶 他老大都弱勢了 怎麼會 所以啊 老大都弱勢股 才會讓那些強出頭去做賬 賬做完了 你還想幹什麼 看清楚 看清楚 還是告訴我那句話 方向不對 用力跑沒有用 現在是空單的市場 現在是空單獲利的市場 請你想盡辦法 趕快跟上來 運搭頭顧 好可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實我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他說外銷接單突然之間大衰退了 而且手機一口氣跌72%注意喔 什麼叫72% 開玩笑 不得了啊 100支手機只賣出28支 其他72支全部在店裡頭 你不覺得這很誇張嗎 各位 100支手機只賣出28支 那是什麼情況 我講給你聽 我剛好可以用這個來講給你聽 那麼各位看到沒有 曾經華原來到44塊錢 當時是多少 192萬人次的一個陸客團來 後來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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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前面 只剩下55萬人次 差不多這個幅度等於說接近1 3分之1不到 只有31% 這是28% 換句話說手機股準備從這裡跌到這裡來 你知道嗎 除非你又發明一支新的手機 所以我就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來 我覺得今天來要讓各位聽清楚講明白 因為我們也在開心回補 而且開心獲利給你看到了 那很多事情啊 這個人我很早就認識他了 我只能這樣形容 我很早就認識他 那至於他說要不要認識我 我不知道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劉泰英先生講話 在金融上面是非常具有力量的 他會講這個說台股如果怎樣 然後會怎樣怎樣 我告訴你一件事 其實那個如果啊 是多少編個理由讓你知道 他不會講你聽不懂的 這個是你聽不懂的理由啊 這是我在我的教材裡面寫的理由 給你看到的啊 我說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來 空投市場裡面寫什麼 我說你看清楚啦 你看清楚什麼啦 什麼CDR 萊德啊 都可以漲到多少 200塊300塊啊 中環可以漲到200塊錢 當時運達剛成立 我直接告訴你一件事 現在講也沒什麼關係 當時幾乎所有的分析師全部做多啊 沒有一個做空的啊 我不想說人家下了台之後 我們在後面講 我只告訴你 當時最有名的一個 一個分析師常常會這樣對不對 他到這邊的時候 我去演講他剩下八個人 全部都跑到我這邊來聽啊 從7000點跌到多少 跌到3411點啊 當時他是全市場最紅的分析師 我才剛出來 我現在告訴你說現在的位置就在這裡啊 我還沒出來以前 我還沒出來當分析師以前的位置啊 因為那時候的NB啊 是來到一個所謂的 最熱的一個狀況 哇 以後的NB不曉得可以做多少事情 我相信年輕的朋友不會懂得這個情況 年輕的朋友不會懂得這個情況 那時候的威盛那是多威風八面啊 看到沒有啊 誰想說威盛曾經跌到4塊耶 從629塊跌到4塊耶 我空的就是這檔股票啊 我直接告訴你了 後來第二次叫做什麼 叫做金融海嘯對不對 金融海嘯的時候 我們下次再來說好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金融海嘯怎麼發生的啊 好像是跟升息降息有關係發生的 我問你一件事啊 什麼時候你看過一根長KK之後 隔天就反彈了 這是月線啊 隔月就反彈了 所以 有一天 劉泰銀先生又他說他準了 我記得好幾次 這個金融海嘯他又說他準了 只是理由都 理由他都講一些 你自己聽得懂的就好了 或者他自己編的 你自己看著辦吧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裡面真的 什麼事情你都看得見 只是你要不要去做而已啊 就像什麼 來當時開始陸客團來了 我說陸客團來了 當然可以做觀光股吧 因為觀光股之前碰到什麼 碰到SARS嘛 結果華為軍口氣漲了323% 我就跟你講說請你注意啊 後來因為兩岸關係冰凍啊 192萬剩下多少 每個月剩下6萬8 所以算一算大概少了 剩下31%而已啊 我說這時候 又要開始兩岸關係又要變好了 又要開始做觀光股了 又要開始準備引進陸客來愛河了 那這個就不用我講啊 韓國 這個韓國瑜市長或者高雄市長天天都在講啊 天天都在講啊 所以我跟你講說請你自己的一件事啊 一定要想辦法趕快衝上去啊 一定要想辦法趕快衝上去啊 哪怕有拉回注意喔 哪怕有拉回 你一定要想辦法趕快買喔 今天就是拉回喔 昨天因為有個新高點 這麼形容好了 昨天因為這個低點呢 好就只能這麼說了 這個低點就是我會員朋友買的 我想可能啊 有一些什麼大戶啊 來不及買 都是因為我會員朋友 我算是帶得很準 買到最低點了 所以他一定要給你震一震啊 沒什麼大不了 震一震還在我的成本很遠 因為我的成本還有19塊的 所以跟電視台 我就直接在電視台講啦 如果你在看我的華原的 不用想說把我震出去 因為我的會員朋友在19塊 你看就這樣子OK 這樣有沒有夠大氣啊 有沒有夠大氣 你看大選之後變樂觀了 只有高雄概念股 因為他是說什麼 未來把大選之後 未來兩岸經濟會改變 那就是指的是這個 我就這麼告訴你 所以我話也跟你講明白了 那我也不一檔一檔講了 因為沒有時間講到 那麼囉嗦的情形了 因為還要跟你 這個 有的時候 唯一空投市場累的地方是什麼 老師累啊 又要跟你講什麼東西 是空趨勢的 不然的話 你傻乎乎的買進去說 老師我套牢了 我根本沒錢 現在有很多人 昨天也有很多人打電話來啊 但是第一句話都說 老師 我現在套牢了 能不能先解套 我說你套在哪裡 要求我 所以我的老師叫我買500塊錢啊 現在他說要換股了 其實根本沒出啊 我的老師跟我說什麼 我老師叫我買多少 不用講前面那個300的啊 那個講那個 買在250啊 現在根本沒出啊 有的是最近才買進去的 400 現在根本沒出啊 那你現在老師 你要叫我做什麼 我說 把他賣掉放空 馬上就跑掉了 但是問題來了 對還是不對啊 你覺得這個會談多遠 一天 兩天 幾天 我想我這邊跟各位講 所以 我在問大家一件事嘛 你要跟我講說 6153的加聯益 將來可能因為跌得太深的關係 談遠一點 如果你真的要買跌深的話 這個跌很深嘛 如果老師不行啊 對啊 你看吧 因為趨勢向下 因為你必須要去承認一些事情 有些東西 他已經進入一個所謂 各位來看一下 這叫融券餘額啊 哎呀 都沒有人要跟你講真相 真糟糕 全部都在那邊套牢直奧 在那邊自吹自擂啊 前面這一段呢 叫做什麼 軋空 所以融券上去啊 融資下降 那麼後面這一段呢 融券下來就沒有軋空了嘛 融資上去就多殺多嘛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公開講 我就看你什麼時候融券減少 融資增加 我公開講 我什麼時候看你融券減少 融資增加我就動手 所以你現在看神盾 跟當時看6488的 6488的環球晶的這個點 有何不同 你告訴我 同樣的各位看一下 這是一個長線多頭的訊號 用27就好了 各位看到沒有 2702好了 OK 看到沒有 一個標準的長線底部出現呢 跟對人 其實很多事情都能夠賺得到錢 你要做多 高雄概念股給你做多 也給你很清楚的訊號了 但是我還是告訴你一件事 誠實面對自己好不好 誠實面對自己好不好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些都是你親眼看到的 這些都是你親眼看到的 歡迎你再來 我們這時候追蹤的 法律規定我們是追蹤的 歡迎各位來 跟我們做一個印證 所以我今天還是要跟各位講說 假期當中 上一波沒有跟上的朋友 請你這一波務必跟上 空軍特攻隊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 投資風險